大家好,我是真士君 你知道吗?原来金三角那些大毒枭都是中国人培养出来的 这个文明世界的大毒窝 20世纪末,每天从这里运出去的毒品数量占到了全世界总量的70% 也是在这里,曾经出现过许多著名的毒枭 例如昆沙、罗兴汉、彭家生等等 如果你没听说过这些人的名字 那么你一定知道,湄公河残案 制造这些残留凶手就是金三角的毒枭诺康 而这个诺康就是当年昆沙的小弟 而以上说的这些文明世界的大毒枭 当年都是从国民党残军部队里混出来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本期视频真士君就跟大家聊一聊 贩毒王国金三角和国民党部队的前世今生 1949年2月 原十三兵团司令李弥刚在淮海战役上吃了败仗 灰头土脸跑到了浙江 终于见到了心中的委员长 一阵诉苦后 老蒋鼓励他胜负乃兵家常事 随后又任命起为第八军军长 回元云南 刚到云南的李弥就碰到了解放军 也是和其他解放战争一样 解放军还是如同摧枯拉朽般 几乎全监了李弥的第八军 然后李弥就此败逃台湾去找他的委员长 而打散的国民党第八军 大部分都纷纷投降 其中有一支部队被吓破了胆 在突围后一路南下 穿越西松版纳雨林 来到了太缅边境的三部管地带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知的金三角 这支部队就是第八军的七零九团 团长名叫李国辉 这支残军逃到了缅町后 要做的两件事 第一就是生存下去 第二就是联系党国 赶紧带我回台湾 面对这群不请自来的国民党军队 人数虽然只有几千人 但是缅甸政府肯定是坐不住的 于是就试图武力去驱赶这群散军 李国辉得之后也是惊恐不已 毕竟在国内面对解放军 从没有打赢过的他们 已经有严重的心理阴影 从不知胜利为何物 但是战斗打响后 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在国内被解放军随便拿捏的国军 到了缅甸 却成了缅甸国防军的恶梦 这是怎么回事呢 李国辉和缅甸军交手后 就发现原来自己并不弱 只是国内解放军太强了 缅甸军队虽然看上去人数众多 武器装备先进 但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接受 现代化的军事编制 而李国辉的709团 虽说是败军 但那也要看一下是什么参照物 面对解放军可能没有什么胜算 但作为刚从战争洗礼出来的 国民党正规部队 对付东南亚这些小国军队 还是绰绰有余的 他们在面对缅军 经常打出1比4的战存笔 还缴获了缅军的大量武器装备 甚至直接组织突击队夜袭缅军指挥部 以24人的伤亡击败缅军300人 缅军这边看到对手如此强悍 也不得不接受现实 出钱出粮养着这群国军 并在报纸上大肆宣扬 这场发生在东南亚的战役 当身在台湾的老蒋 看到这份国民党残军 大败缅甸国防军的文章时 也才明白 并不是国军太无能 而是解放军太强 于是老蒋便下令 让李明前往缅甸去重整第八军 准备反攻大陆 李明带着伟人状来到了缅甸 李国贵也是个老实人 见到老长官便马上让位 但那时老蒋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库区的委员长了 以往除了委任状 还会带着一批装备和钱来 这次只有一张委任状 那钱和装备怎么办 自己搞 怎么搞 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来到了缅甸后的李明 怀揣着反攻大陆的理想 便开始了一系列计划 首先就是人 由于之前分别和解放军 还有缅甸军交手后的巨大差距 让他认为国军装备不比解放军差 人员也不少 一定就是指挥官军事素质的问题 于是便成立了一所云南反攻大学 为自己培养人才 而其中后面著名的大毒枭 昆沙 吴兴汉 便是在这里加入到了李明的队伍当中 解决了人员问题 那就是钱了 有钱才能有装备才有实力 由于当时的金三角特殊气候 早在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下 便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鸦片种植 于是李明便做起了贩卖鸦片 保镖运送的买卖 本来只有几千人的队伍 迅速成长到两万人 国民党残军流落到金三角 却成为一方独霸的势力 当地政府打又打不赢 赶又赶不走 面对这样一支无休止扩张的队伍 还在自己的边上贩卖鸦片 这就惹恼了免印太三国 于是三国便联合起来 一起对付李明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李明在面对三国的联合军 如同砍瓜切菜一般 不费吹灰之力就打赢了 如江口之战 李明的七百人 把印缅联军打得抱头鼠窜 牛头山之战 印度的东尔克连队几乎被团灭 还有孟布大决战 三千多名缅甸军人战死沙场 这就让缅甸等国开始头疼了 打又打不过 赶又赶不走 怎么办呢 要不了多久 整个缅甸都得兴礼 出于无奈 缅甸只有求助联合国 递交了一份言辞懇切 深泪俱下的长篇报告 声明自己的主权 控诉李明的强盗行为 要求联合国主持公道 联合国也很快受理了这件事 找到了国民党单局 要求妥善处理这件事 老蒋见到李明在缅甸 如此的逍遥自在 时间一长 怕不受控制 也同时意识到 想要反攻大陆似乎已经不太现实 便一声令下 要求李明滚回台湾来 李明毕竟还是国民党的将军 这一点本还是不敢忘 听到老蒋发话 也是第一时间带领着队伍回到了台湾 就此 盘踞在金山脚地区的国民党部队 大部分就撤走了 可撤走的是外地人 留下的本地人还在 当初创立学校培养出的那些军事人才 不仅有中国人 也有本地人 其中就有后来的大毒枭 昆沙 罗兴翰 他们俩运用原先在李明部队里所学的 招兵买马建立自己的队伍 和李明不同的是 昆沙他们纯粹为的是挣钱 而李明至少还有一分效忠党国的理想 所以在无人制约的前提下 金三角的毒品种植贩卖就迅速扩张 直到后面成为了世界三大毒瘤之一 不知道成为毒枭的昆沙 如果遇到李国辉 还会不会立正站好 叫一声掌握 那讲到这里 我不希望大家去鄙视甚至嘲讽这些人 虽然他们做了一些令人不齿的狗党 但是也是被逼无奈 祖国回不去 台湾也回不去 本地的军队还赶他们 他们虽说是缠兵败将 但那也是政治时代的恶果 曾几何时 他们也是为了民族而战的抗日英雄 也是效忠祖国的革命军人 好了 我是真实君 只讲真实的历史 如果你听完有所得 不妨点赞关注 交个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